那因為我不是 只像叩叩姐那種收到什麼泄密 我只是說因為已經早就在 民間重開了 已經好幾百個人吧 都已經收到了 我才會拿到那個訊息 所以他調查對象當然不是我本人 他是要找說誰是他們裡面的泄密者 那他要找就去找 反正也不是泄密給我 可是啊 我覺得最恐怖的地方在於 為什麼這次叩叩姐的事情 他不敢正宫調查 因為我覺得如果查會查到他們自己人 可能會查到綠營高層 哦 因為他跟我不一樣 我是明代 那件事情發生 我們選區 那時候去消毒 很多人都看到了 所以我會知道這件事是合情合理 是由下而上 可是周玉寇他的訊息很明顯 是由上而下 所以說如果這個東西 他是來自於綠營的高層 那不就查到情況他自己頭上了 就一查下去查到組織上去了 查到組織頭上去了 他自己跟他講的有沒有可能 也不可能啊 所以他的秘書或是哪個這個 衛服部裡面的高層 去跟周玉寇講 這個查下去還得了 所以你看哦 他們要去查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雷利風行動作很快 講說呢 這個訊息如果是真的 就有人洩密違法要正風調查 如果是假的 就要把我假消息送辦 可是你看他們對周玉寇是多利益 他就是一個媒體人而已啊 他資訊來源是什麼 他完全沒有像我一樣交代的很清楚 結果呢 他們正風調查 這四個字今天大家有聽到嗎 完全沒有 沒有 可是我的事情 他 他有在啟動正風調查 他沒有什麼事都沒做啊 對 所以他今天話只講了一半而已 因為正風調查 還是在進行當中的 在這個765案裡面 泄滅者要被抓出來 是老實實 可是在這個扣扣結案裡面 泄滅者或許是他們民法的高層 所以完全沒有提到正風調查 所以還是一樣雙重標準 不是因為你沒有罰我 他沒罰我是他自知理虧 因為我完全沒有去违反傳染病房治法 去公布人家的姓名 病例這些資訊 他憑什麼來罰我 所以他自己自知理虧 我不是傳假消息之後 他就好像一臉說給我一個台階下 說我不罰你 你本來就沒有資格來罰我好不好 說真的 字幕視聴者 李宗盛